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 現在外面在下雨 所以背景可能會有雨聲 今天的影片要來分享我的雙十二淘寶戰利品 但有一些東西不是雙十二買的 是雙十二之後才買的 但都是淘寶戰利品 所以就一起分享 我先從一些小東西開始講好了 這次雙十二我買到最滿意的一樣東西 是玻璃吸管 我一直很想要買這種環保吸管 但是很多都是那種不鏽鋼的 可是我又很怕不鏽鋼會有一個鋼味 就是你知道那種鐵味或者是鋼味 不鏽鋼味就覺得很噁心 然後有一些人跟我說真的會有鋼味 尤其是喝熱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人說不會不會有鋼味 但是whatever 我就買玻璃的就好 玻璃吸管 沒有任何的怪味 但是缺點就是你要小心不要把它摔到地上 不然就會破掉 那我在淘寶上面買的這個超級便宜 好像才五十幾塊台幣而已 然後你買一隻它就會附一個盒子 然後裡面就是一隻玻璃吸管 跟一隻洗玻璃吸管的小刷子 我覺得它有附這個小刷子超級貼心 而且我之前在台北的NICOLE&... 看過一模一樣的玻璃吸管 然後好像要台幣一兩百 我沒記錯的話 這個才五十幾塊台幣 而且又有附這個刷子 所以我覺得超級超級超級讚 雖然很便宜 但是它的做工也很好 管口這邊很圓滑 不會刮傷嘴唇 然後我買的這個管口它是扁的 所以不能喝有珍珠的飲料 但是我喜歡扁的 我覺得比較好吸 但是他們家也有賣就是整個都是圓的 這個玻璃吸管它的高度還滿正常的 就是喝一般的飲料 那個高度很好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 比較大杯的手搖杯飲料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太短 就是剛好彎的地方這邊會卡在那個 那個杯口那邊 可能有一些人會嫌太短 但是我覺得OK 我買了兩組 一組放在家裡用 然後一組就是隨身攜帶 如果我在外面要買飲料的話 就是習慣都不要跟店員拿吸管 就是這樣子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接下來我買了兩個手機殼 都是那種有點文藝油畫風格的 我本來只買了一個酒紅色 但是它的色差真的很嚴重 我本來買的這個它送來的時候很偏橘紅 磚紅 這個是我後來另外又幫我朋友買的 然後跟我的那個磚紅又不一樣 然後也不是那個賣場圖片上面的酒紅 就我不懂 但是我覺得我收到的這個磚紅還是很美 比酒紅還美 我反而很喜歡 這個圖案上面就是應該是一個女生的屁屁吧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油畫的風格 我覺得很美 這個殼的材質是那種磨砂木材 有點粉粉的 很像NARS的那種包裝 所以久了會不會黏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用很久 因為我很喜歡 所以我幫我朋友買的時候 自己又多買了另外一款 這個就是一個 露內內的羅女 這款是粉紅色的 我不喜歡粉紅色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圖案 所以就 嗯 接下來是一個桌墊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成那種滑鼠墊 或者是餐墊都可以 但是它沒有防水 所以我覺得拿來當那種 鋪在電腦桌上面的滑鼠墊會比較適合 它真的很大 我買的這個款式它是那種水泥的質感的 我很喜歡那種灰灰的水泥清水磨風格的東西 我之前在裝潢我現在這個房間的時候 本來也想要把其中一面牆弄成清水磨風格 但是實在太麻煩了 之後就還是七成全白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家的話 我就是會想要把我的家弄成 可能地板會是這種清水磨風格 或者是其中一面牆這樣 就是有點工業服務那種感覺 OK 車遠了 這個桌墊很適合拿來拍一些產品照 就會很水 它們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圖案 也有那種大理石啊 或者是防木紋的 這個真的很大一天 真的很大 比我想像中還要大很多 我是不知道你們 但是我國中的時候 很流行在學校的桌子上面 放那個透明的桌墊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夾一些紙條啊 刻表之類的 那個時候 我就想那個時候 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 會有多瞎趴 如果我現在還是學生 還是國中生的話 我一定會買這個 來鋪在我學校的桌子上 看起來就超有質感 而且這個大小剛好 好像也是那種 學校桌子的大小 但是我不知道 好小朋友不要亂學好不好 搞不好也許學校 不能這樣子放這種東西 下一樣東西 是一個收納欄 它是那種毛毯的布料 材質 然後旁邊有這個手把 是木頭的 我覺得很可愛 很有質感 我買的是大號的 我把它拿來放 吹風機跟電棒捲 就把它地上這樣 你要拿來收納什麼都可以 它們有各種不同的大小 任君挑選 接下來講我最愛的化妝刷 我在雙十二的時候買了一套 瘦瘦瘦朗的 曼陀羅聖誕套刷 我在我的IG跟微博有PO 簡短的心得了 啊 我真的沒有很愛這套 愛不起 這一套我本來對它期望超高的 因為刷型看起來很棒 又是未染色的細光楓羊毛 剛收到的時候 就是一直讚嘆 哇刷型真的做得很好 然後摸起來也很軟 質感很不錯 摸起來毛質感覺很像極地的 但是我實際上臉之後覺得很紮很刺 跟用摸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因為我平常上粉是喜歡用這樣拍打的方式上妝的 然後真的很紮很刺 如果用掃的就不會 但是這個刷型本來就是應該要 就是適合拿來做拍打的動作 這一隻火喵豬頭也是一樣很紮 它的刷型讓我想到竹寶堂的T5 但它們摸起來其實感覺很像 跟竹寶堂的摸起來很像 但是實際上臉就是見真髒了 這隻實際上臉也是很紮 我一開始把它拿來定妝眼下 就是真的 喔我真的要刮傷了 超級超級刺 所以我後來是把它拿來 當作修容刷 或者是上腮紅啊打亮之類的 因為它也是用戳的 按壓的會很刺 但是如果用掃的就不會 唉我真的很失望 因為這隻刷型也做得不錯 層次也做得蠻好的 像這隻三分刷它的層次 最短的地方在這 所以它的層次也是一整面 做得還不錯 曲粉面積很大 可是這個柔軟度我真的不敢恭維 而且我的皮膚也不是說特別敏感 那它其他三支眼刷沒有那麼糟 只是刷型 這支暈染刷對我來說有一點太小 因為我眼皮範圍很大 然後我覺得上眼的話是沒有很紮 還不錯 蠻軟的 然後另外兩支都是鉛筆刷 一大一小 這一支很適合拿來 就是暈染一些下眼影 或者是做煙味的細節 也不會紮 然後這一支很小的我還沒用 但是我這樣少是不覺得會紮 也可以拿來打亮眼頭 做一些細節的暈染什麼的 這三支眼刷是還不錯 但是這兩支臉刷真的很紮 而且它們現在又沒有單獨賣 你就只能買一組的 這組對我來說真的是可有可無 沒有也沒差 那接下來這個是雅妮家的自製刷 雅妮家我之前只有買過一支眼影暈染刷 那種麻尾型暈染刷 那支我很喜歡 因為它們家其實就是大部分都是微單刷 沒有什麼自製刷 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它們最近有在轉型的樣子 所以有多了很多自己自製的刷子 首先這一支是雅妮的眉紅系列的蛇型腮紅刷 它的毛質是松鼠毛 這支真的很小 這麼小 拿來當腮紅刷對我來說完全是太小 然後毛量也不多 就蠻少的 真的是很扁的蛇型 我覺得這個大小比較適合拿來上高光大亮 這個我拿來上腮紅 絕對是會超級patchy不均勻 除非你是一個臉很小的人 那我有把它拿來定妝眼下 我沒有很喜歡 我比較喜歡 比較有實感的那種刷型 拿來定妝眼下 這支毛量真的對我來說太少了 我不是很愛 但是毛是很軟的 不會渣 有一個鼠臭味加上 張腦丸的味道 很臭 接下來也是雅妮家的 這是一支腮紅刷 它的網頁上面完全沒有寫毛質是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我也沒有問客服 我只是單純喜歡這個刷型我就買了 光聞它的味道 再加上摸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羊毛 因為就是有那種羊毛的羊騷味 那個彈性韌性跟感受 觸感 就也蠻像一般的西瓜風羊毛 很軟滑 但是我覺得雅妮家的做工真的是 還是有在加強那個刷型的層次做的 還是有一點缺陷 這邊有一點缺角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它這邊有一點這樣凹下去缺角 然後它也有不少的導根 但是實際上臉其實沒有那麼糟 實際上臉還不錯 其實蠻軟的 我用是覺得不紮 因為我真的皮膚沒有很敏感 它比少少朗的那個 曼陀羅還要不紮多了 講真的 認真 一支也是很便宜 才一百多台幣而已 重點是這個刷型 真的是我最愛的那種腮紅刷刷型 我自己平常是偏好有實感的 扁源頭腮紅刷 我喜歡扁源頭的蛇型 但是不能毛量太少 要有一定的厚度 就像白鳳堂的E10 那是我最愛的三紅刷刷型 有實感 有一定的毛量 這一支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看它的側面 很豐厚 下一支是九哥家的 這是我第一次買九哥家 我之前從來沒有嘗試過他們家的刷子 所以我只是想說買一支來試水溫試試看 我也是挑選很久 終於就是看到 又是我喜歡的那種三紅刷刷型 這一支是九哥家的國色天香系列的K10 我跟你講 淘寶上面真的很少這種有實感的扁源頭 像瘦瘦朗 艾諾奇 洛莉塔 琴智 大部分都是那種毛量沒有很多 沒有很豐厚的扁舌型 真的沒有像這樣毛量這麼多的 所以我好不容易找到 然後它的那個網衣上面的照片 也是跟實體差很多 我是看到買家秀 看到 喔 這不就是我喜歡那種白蜂糖E10的類似的刷型嗎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如果你剛收到 發現跟我的好像差很多 也沒關係 因為洗了膨開來之後 就會是這個很漂亮的扁源頭 毛指很不錯 很軟滑 也是細光鋒羊毛 但是我發現直錯的話還蠻扎的 大紅刷你不太需要就是很用力的這樣子按牙按牙按牙 就是輕輕的這樣 然後掃 對不太會感覺到刺痛 還好 就是不要按超大力這樣 我覺得還是洛莉塔家的極地的毛指再好一點 但是這個真的不錯喔 我覺得有經驗到 我可能會再想要買更多他們家的刷子 因為刷型做的還不錯 層次大概從這裡到這裡而已 其實不算多 但是我覺得 這個刷型 跟它的豐厚度我實在太喜歡了 這應該是我目前 淘寶刷買過最喜歡的腮紅刷刷型 不是說刷型喔 不是毛指 毛指一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洛莉塔家的長安比這個好太多了 我真的好希望洛莉塔家可以出一隻像這種 很有實感的扁源頭 因為他們家大部分的扁源頭 都是毛量大概只有這樣子這個的一半 這種蠻扁的扁源頭 毛量沒有到很誇張多 如果 洛莉塔能夠出這種刷型的話 一定會非常的美好 我一定買 接下來是一些比較居家用品類的東西 我買了一雙毛毛的拖鞋 很適合冬天穿 冬天穿 超級超級溫暖 我現在都穿這雙 就是再來我的房間室內走動 雖然這個底部毛毛的地方 踩久了它會扁掉 就是那個毛毛會黏在一起就是扁掉 你應該懂我意思 有穿過這種毛毛拖鞋的人 但是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就是隨便啊 穿壞的就壞了 就再買新的就好了 但是它會悶腳 會流腳汗 但是它就很溫暖好不好 然後我另外買了一雙這種防水 可以在浴室裡面穿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有一個怪癖 就是我洗澡一定要穿著拖鞋型 因為我覺得光腳踩在浴室的地上很噁心 不管在哪都一樣 我沒有辦法忍受光腳踩在廁所 或者是浴室的磁磚上面 我覺得很 光想就覺得很噁心 我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就是 去廁所或者是浴室的時候會穿這雙 都是黑色的 因為我喜歡黑色 然後它也是很便宜 而且買一送一 可是你好像不太能選size 你能選你要哪一雙的size 然後它會送你另外一個 你不能選的size 反正你們自己去那個網頁看 反正就是很便宜的拖鞋 沒有什麼毛病 剛剛收到的時候有一股很重的味道 塑膠味還是怎樣 其實我不太記得 但是穿了幾次 然後在浴室就是洗澡洗了幾次之後 就沒有味道了 接下來這次我又買了一件床單 我這次只買一件床單而已 我沒有買整個就是被套什麼的 我就只有單純的床單而已 它是那種天鵝絨的布料 超級舒服 很滑然後很軟絨 冬天睡在這個上面 超級超級超級溫暖 超棒 這個質感真的超讚 然後我又是買灰色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買整套 因為我不確定 我會不會喜歡睡在這個材質上面 所以我就只先買了床單 那我之後可能會買一整套 就是床單被套整套的 然後它這個是床單 之前有人就是看了我雙十一的那戰利品 去買了我講的那一套床包足 然後 然後 就實現我說 沒有那個 鬆緊帶是正常的嘛 就是跟我說它有沒有鬆緊帶 什麼什麼的 嗯...好 我跟你們解釋一下好了 四個角角有鬆緊帶的 是叫做床立 那一般這種 就是一塊布的 叫做床單 這種的其實 就也沒有什麼不好 你就是把它塞到床底下就好 或者是就是 直接把它鋪在床上 然後讓它自然的散在床 床的角落這樣 他們有一些size有出床立款 然後有一些就只有床單款 我自己其實也是比較喜歡床立 但是 因為我的 那個 單人床的大小 它就只有出床單款 所以這個 天鵝絨也是 我買的這個大小 它就只有床單款 所以 嗯...如果你很在意的話 你不喜歡沒有鬆緊帶的話 可能就不要買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質料真的好舒服 冬天裸睡在這個上面 真的是溫暖到不行 超級超級喜歡 嗯... 接下來我買了一件浴袍 又是灰色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愛灰色 可是我真的很多灰色的東西 這件浴袍我真的超級超級喜歡 它是那種法蘭蓉 珊瑚蓉 不知道 很有厚度的浴袍 超級超級軟 超級滑 舒服到不行 又很保暖 我就是 洗完澡就是 穿著這個 或者是你平常在家 覺得很冷 也可以套著這件 嗯...這樣一件才 三百多塊台幣而已 它真的很厚實 很保暖 我覺得可以買 然後我會建議你買 比平常穿的還要再大個 大概一兩號 我是買L 我都覺得還有點太小 因為如果你平常在家 已經有穿一件上衣 然後又穿這件 可能還會覺得有點太小 因為它真的很有厚度 所以穿起來 如果你選擇太小的話 會很悲 然後也會比較顯腫 所以我覺得買大 兩到三個size都沒有問題 我下次如果還要再買的話 我會再買 我可能會買XL 因為覺得L都還有點 有點太剛好 因為它真的很厚 光把它放在我的腳上 我就開始覺得很熱溫暖起來了 接下來分享衣服 我這次又在螃蟹巷買了一件毛衣 這個是 墨綠色的套頭 毛衣 打底衫 它這個套頭很長 然後其實 一般人會喜歡把它 就是捲下來這樣 這樣子穿 但是我喜歡的穿法 就是讓它整個這樣 不要把它折下來 然後你穿上去的時候 它會自然的有點 垂下來 會變得有點皺褶 那樣子超好看 就是跟你把它折下來 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它這整件 手感超級舒服 單穿這件也完全不扎 很舒服 它整件的版型是 比較寬鬆的 手臂這邊也是 算是寬鬆的 然後它的下白 雖然是往內縮 但是是寬鬆的 就是沒有緊 到時候會整個束住 然後下半身很顯胖那樣 那反正我平常穿 會把前面這邊 稍微扎進去褲子裡面 所以就沒擦 這件真的很舒服 我很喜歡 墨綠色超美 接下來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 很寬鬆的高領毛衣 它是黑灰色的 然後它的邊邊都有那種做 破破的質感 我超級超級喜歡這種 邊邊是破的毛衣 它的高領也是像剛剛那件很長 我平常自己穿的時候 是喜歡這樣 就是讓它這樣 但是因為我怕 拍影片這樣子會 看起來好像我只有就是 一顆頭露出來 好像會看起來很奇怪的畫面 所以我就是 今天是把它這樣子熬下來的 但我平常是喜歡這樣 這樣子真的看起來 臉超小 我最近很喜歡高領 就是遮臉好朋友 而且又很溫暖 可以拍照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遮住臉 有沒有 小臉神器 然後它的這個領子邊邊 也是有點做破破的質感 超好看 然後下白也是都是做破破的 超好看 然後整件就是很寬鬆很oversize 而且它的下白 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散狀很寬鬆的版型 所以看起來顯瘦 而且單穿也不會感覺到刺 所以這件我真的很滿意 超級喜歡 接下來呢 有兩件寬褲 又是寬褲 我真的無法get away with寬褲 這件是灰色毛泥的布料 然後它上面有人字文的細節 就是 人字文 應該懂 然後呢 它邊邊有口袋 口袋 後面也有 後面的口袋是真的喔 終於 終於有後面的口袋是真的的 然後版型整個就是也是瘦到不行 它其實比我之前買的那幾件的 褲管都還要再寬一點 所以是真的看起來很瘦 然後它褲頭的這個扣子 是那種我大概國小國中的制服褲的那種 用勾的方式的那個扣子 然後它是九分的 這個長度我穿很剛好的 可以露出一點腳踝 很好看 這件我超級超級喜歡 接下來還是寬褲 我又在chacha家買了一件寬褲 這件真的爆炸好看 我覺得chacha家的寬褲 真的是都好看到不行 每一次買都很滿意 有點學院風 然後又有一點骨灼的感覺 這個綠色的格紋真的爆炸好看 好看到不行 它的褲管就沒有上一件那麼寬 但是我穿起來還是很顯瘦的 然後它的褲管是真的很長 我穿會拖地 快要拖地 對 所以我會捲個兩折起來 捲兩折起來超好看 這個格紋搭白鞋超好看 然後它也是那種毛泥的布料 所以也是黏毛 但是因為這個顏色款式的關係 所以比較看不太出來 如果是黑色的話 黏毛就會很明顯 終於來到最後一件 最好的要留到最後 我這件真的是滿意到不行 這個是My Little Banana家的 雙排扣大衣 它是那種格紋的 我覺得它的名字取得很好笑 經典威爾式青王格 青王 所以我跟我朋友講到的時候 我都說 欸我的青王大衣快到了 我的青王要到了 什麼的 這件我現在看它是以下架狀態也怎麼辦 但因為我不知道它之後會不會再上架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密切關注它 會不會再上 或者是你們可以去問客服 那以防它之後會再上 所以我就先講 這件它的質料真的超級好 是那種毛泥的 然後格紋做得超好看 又是我很愛的那種雙排扣 這件整件細節啊 領子什麼的都做得很好 我有一個讀服裝設計的朋友 跟我說一件大衣的靈魂就在領子 然後我就給他看過這件 他就他覺得OK 他說這個領子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經過他的鑑定 這件是可以買的 我就買了 這件真的是Oh My God 好看它不行 你可以就是這樣子這樣子穿 然後你也可以把領子立起來 然後只扣一個就會超級帥 整個就是偵探 就是親王 帥到不行 我買的是S 它這整件大衣版型都偏大 我是看了買家秀看了好久 我才終於決定買S 因為它版型真的很大 就是一片哀嚎 很多人一開始就是買M或是L 然後都是真的太大到不行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買S就好 還是有一點真的很大 可是我怕擦S對我來說 那個長度就不夠長 因為我喜歡就是真的到 小腿在下面一點的那個長度 我覺得那個長度是最帥的 這整件真的是很有份量 穿起來超好看 唯一的缺點就是 側面看的時候會比較嫌腫一點 但是正面看真的超好看 而且因為它版型比較寬鬆 所以可以塞很厚的毛衣在裡面都沒有問題 可以穿很厚然後再套這件都很OK 所以我去美國應該就是只會帶這一件外套去 因為就是很厚實 然後應該也是夠保暖的應該啦 我不知道 而且現在美國應該也不太很冷 洛杉磯好像沒有很冷 所以我覺得這件應該就夠了 這件我真的覺得好看到不行 希望他們之後 雨越下越大是怎樣 希望他們之後會再上架 超好看 我把它拿起來才想到我有東西忘了講 就是這個衣架 這個衣架也是這次買的東西之一 但是我不是第一次買這個衣架 這個衣架我回購了第三次了 我現在整個衣櫃跟那個衣架杆裡面 都是這個衣架 因為我喜歡就是很一致 都是一樣的顏色一樣的款式 然後這個衣架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的這個肩膀這邊是做比較加寬的 然後又是圓圓的這種 你們應該知道一般那種細細的衣架 很容易讓一些衣服變形 尤其是肩膀那邊就會變形 或者是就是塗一塊起來這樣 變形 應該懂我意思 那它這樣子做寬的話 它就算變形了 也是這個形狀的 就會符合你肩膀的那個圓弧的形狀 就不會只是塗起來一小角 很細很扁的那個一小角 然後真的真的很難看 這個真的很好用 再加上它下面這邊 有這個 可以掉那種細肩帶 超級超級棒 它一組裡面有十個 才一百多塊台幣而已 超級便宜 我之前有幫我媽買一組 然後她很喜歡這次 又叫我幫她再買一組這樣 還有一樣東西我又忘記講了 是一個72格的黑色的口紅架 因為它現在擺滿的唇膏很重 所以我不想把它扛過來 而且我好不容易擺好 等一下拿過來又東倒西歪的 我會直接穿插片段進來 這個口紅架它是黑色的 我覺得比一般的透明的 還要有質感 因為其實透明的那種口紅架 久了會發黃 像我這邊有一些那種壓克力的 不管是抽屜櫃或者是口紅架 都發黃了 久了是真的會變很醜 我覺得黑色的就是比較有 好像專櫃的那種白色的感覺 就很像MAC的專櫃那種口紅架的感覺 它不是一般那種很清很爛的塑膠質感 真的蠻好的 很有份量 送來的時候真的超重 我真的扛到快死 然後72格 所以就是可以放72支唇膏 廢話 好的 那這些就是我最近在淘寶買的東西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然後又看到什麼想買的 我覺得最值得買的就是那個玻璃吸管 那你們有沒有買了我在雙11戰利品分享的東西 你有買了的話可以就是留言分享覺得如何之類的 例如說那個床單是不是真的很舒服啊 好的 那就是這樣子了 對 就這樣啦 掰